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值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做一个懂法律的人 让法福保护你 是的 让法福来保护 有需要的朋友 今天呢 法律你和我 我们今天要来谈 如何在 这个思想授手 不要说思想授手 说到赠语这件事情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赠语真的是 要赠之前 要三思而后行 好 今天呢 为您专访到的是 优良辅助律师 关伟中 关律师 关律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每一位优良辅助律师 一来都会先问他 第一个问题 是怎么走上 法律这条不归路的 有没有什么落差 刚开始的时候 在刚当律师的前几年 当然我们就很用力的 平很用力的平 但是你后来发觉 根据所有的经验 根据实务的看法 或者说根据 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院检 对于某些案子 或者某一个检察官 或者某一个法官 对某种案子的特殊判法 其实你久了之后 你就知道了 当案件轮到他们的手上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这个当事人说 你这个案子不用平了 直接往二身走 或者直接认罪 或者直接怎样 那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平 而是因为第一个 可能案子本身的条件有限 第二个你面对的司法人员 他本身有一些主观上的想法 是你克服不来的 没有办法去教育他的 虽然当年在学校 或者去旁听别的学校老师的课程的时候 老师都说法官是可以被教育的 检察官是可以被教育的 但是十几年律师坐下 我必须承认 我们好像教育不了 多少法官或者是检察官 不要被法官教训就好了 被教训是经常的事情 那所以第二个落差就是说 在当事人的期待 跟实际案件最后的结果上面 一定会有落差 那你如何让这个落差被当事人所接受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律师的第二个 所谓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第三个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说做律师做了十几年 其实我们变成一个类似 所谓的心理諮商师的角色 在很多状况之下 也许案件输赢是一回事 但是你必须来自于你的当事人本身 因为我们大概通常只能听一方之言 不管是民事案子或是刑事案子 在一方之言的状况之下 当事人会告诉你许多的苦衷 许多的细节 许多的一个怎么样 那甚至边讲边哭 或者边讲边气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部分 或者他对什么人的不信赖 对于什么人的一些恨 或者说对什么人的爱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所以做律师的人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肚量 但不是说肚皮 虽然我们肚子吃的也蛮大的 但是除此之外 你其实要有一个很大的心 跟很大的肚量去 让你的当事人 在某些 也许他讲完了 其实官司打不打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或者是他讲完之后 我们告诉他说 你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走上法院 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 或者转一个方向 用别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 也许当事人就接受了 但是你在刚当律师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说什么 然后他叫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你也不会去帮他去分析 或者去帮他去做一些什么 但是等到也许经验上 或者是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你就会发觉说 其实当事人 他原本对于司法的期待 或者他希望解决事情的方法 跟你其实可以提供给他的方法 会有不同 其实刚当律师的时候 对于胜败的这个感觉 是很在乎的 今天赢一个官司 非常高兴好几天 输一个官司就沮丧好几天 但是也许当得久了 油条一点或者皮了一点 那不管是法服案件 或者是自己案件 其实我到现在就保持了一个态度 是平常心 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在事先 够充分的了解这整个案子 不管是不是法服案件 那特别是法服案件 因为你不要让法服基金会丢脸的状况之下 你会多用一点心去看他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发觉 这个案子到底能赢不能赢 那如果我的评估是OK 我就会跟当事人讲OK 也许胜算有一些 或者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胜败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居然还输了 比如说输在 比如说某些证人的证词出问题 或者某些证据 我希望当事人帮我提供 就提供不出来 或者法律 法官或者是检察官的见解 明显跟我要的东西不一样 那么因此输掉 当然心里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不太平衡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能拼 就尽量再往上冲 但是有些时候 本来就你就觉得 这个案子不太会赢了 那即使是法服的当事 我会跟你讲 虽然你是法服基金会派来 我还是会当做我自己的案子 个人的案子去处理 但是我必须跟你讲 这个案子可能不见得会赢 或者他可能只能赢到 比如说你请求的100万里面 我最多跟你帮你抢到30 或者抢到40 那这种时候 如果对方用25或30 直接跟你和解 我会建议你接受 这个时候就是变成 以我们的专业去告诉他们 与其一路打诉讼下去 法服一路给保证诉下去 然后到最后还不见得会赢的状况 万一你二审遇到一个其他的法官 完全见解颠倒 你就一审好不容易赢个二三十 二审全部输掉 你不如在可以拿到的范围之内 合理的范围之内 全部拿到手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你说 心里面的失落感 或者说怎么 因为我已经跟你先讲过了 那如果到最后果然你还是坚持继续走下去 到最后官司的结果变成那个样子 那我不会有任何失落感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 那当的经验 当律师的经验越走 你会越来越能掌握案件胜败的结论 其实你在看到的时候 你就大概可以预估 这个案子会赢的几率 或者会输的几率有多少 但求无愧我心对不对 是的没错 你都已经把这个条件 敌我双方优劣条件分析得清清楚楚了 那也为当事人主张了最大的努力极限了 对 可是如果他还是不听你的话 那其实白费力气 最多也只是浪费彼此的时间精神 对 那他只能说既然接了法夫的案子 如果还是这种案子的话 那我们就是让他走完 让他走完 让他走完 那因为已经告诉你结果了 那事实结果也确实是如此 那他能不能再做后面的 比如说上述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救济 或者用别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这个当然在我们那个 能力能够有余裕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会尽量帮忙 但如果不行 那也只能回报法夫说 这个案子结束了 来 接下来我们要谈今天的主题了 其实谈到赠语 我想我们常常在新闻事件里面 听闻很多 或者是看到这个很多血淋淋的报道 觉得啊 不孝子 难道只能 期待老天爷来惩罚他吗 那或者是只能期待他下次被雷批到 可是这样接近太低了 怨探事件不公平的同时 律师有没有办法在法律之前 为他主张一点正义 这其实牵涉到你对赠语 或者是在行使赠语之前 究竟懂不懂法律 法律其实是保护懂他的人 是 那所以不懂的话就要问律师 对 好来 那个官律师 您常常看到的赠语的错误认知 好吧 那简单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有关于赠语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一定会有受赠的经验 或者赠语送东西给人家 或者接受人家的赠送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在法律上 其实赠语这个东西 被视为一种所谓的契约 其实这是一般人观念上 所不太能够认知 就是人家给我我就收了 或者我给人家 人家就OK了 这样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叫契约 但是如果是契约 那就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是相互合制的 如果合制的状况之下 我送给你 比如说我送给你某一部车 或者我送给你这栋房子 好不好 你如果回答我说不好 这个证语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契约不够成 那当然如果我回答 OK谢谢你 或者我也没有回答 我就双手拿走了 拿走了这个钥匙 拿走房门的钥匙 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当然这个契约也就成立 这是第一个要 要跟各位 厘清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在赠宇的 这个所谓的契约里面 就只有一方有义务 就是送出去东西的那一个人 就是送出去的那个人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一个接受的一个部分 接受者没有任何义务吗 如果说 像我们一般看到的 这个不孝子不孝女 这个收受父母的馈赠之后 不孝养父母 甚至把他赶出门 甚至认他老死 然后生病也不照顾他 大家都觉得 这个不可思议 可是 是不是 我们在行使 如果我们是父母亲的话 我们在行使对子女的 赠宇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有清楚的认知呢 是 应该是这样讲 所谓的赠宇 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部分 是涉及到所谓的 我们讲的所谓的赠宇契约是 一般被法律上被称之为 所谓的担务契约 就是赠宇人有义务而已 其实受赠的理论上 是没有任何义务的 不过 如果你在这个赠宇上面 附加了某些条件 这个条件在法律上 我们可能把它称之为 所谓的负担 也就是所谓的负负担的赠宇 那比如说 最常见的 像您刚才提的例子 比如说父亲 送了一个房子给儿子 我送了一个房子给女儿 说这是爸爸 老爸半生拼下来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财产 我送给你 让你能够成家立业 不过 你要养我 不管是不是养儿防老 或者养女防老 你要养我 到我百年养子 那我想在父子或父女关系 稳定很好的 容下的状况之下 当然是一口答应 没有问题 好 时过境迁 也许过了三年五年 十年之后 对爸爸也许状况更不好 身体状况不好 也许这个孩子 就会觉得说 照顾爸爸很麻烦 我就不照顾了 把他踢到一边 反正你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对 或者是 如果没有其他的孩子 我把你就怎么样 就是随便找个飞庸 结果飞庸虐待他 或者说怎么样一个情形 那这个时候 其实爸爸是把这一辈子 好不容易努力拼下来的 一个最后的一个东西 我送给你 我只是希望 在我百年之前 我有地方可以住 有人可以对我 虚寒问暖 但是连这样都不可得 而且这个人 还是我自己的亲生儿子 或者是亲生女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这个负担 就会变成是一个 类似条件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 达成这个条件 那我们这个老爸 有权收回 那这个有权收回状况 就会变成 我们所谓的赠予权 赠予物 撤销的一个问题 是 那当撤销赠予完毕之后 当然这个 如果说负担 没有办法履行的 一个状况之下 那当然这个部分 撤销完了的结果 这个赠予物 我就有权 这个爸爸就有权 让他移转回到自己的身上 然后了不起 我自己养自己 比如说我把他卖掉了 我还可以去住安养中心 是啊 或是说这样一个状况 我至少比一个不孝子 来得好 那所以 接续这样的一个部分 其实赠予的部分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送东西给人家是一个 对于受证人而言 是一个无比的恩惠 其实应该感恩就对了 但是很经常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 也许不见得是父子 也许是夫妻之间 或者是什么样朋友之间 我送了你东西之后 你反而对我 做出了一些很 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的事情 比如说 我送给你这么多东西 你居然开车来撞我 买凶来杀我 或者是说 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 儿子不照顾老爸 老爸不照顾儿子 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在法律上 这种所谓的忘恩负义行为 其实都可以撤销 可是有期限 是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撤销 会按照法律的规定 是指郑宇人在知道 有这个所谓的撤销原因 就是说我知道 比如说今天 我走在路上被车子撞 后来发觉 哇 这居然是我儿子 叫人来撞我 那我之前送给他 黄金万两 我现在决定不要 我要把它撤掉 那就从我知道 是我儿子买凶来撞我的 这一天开始 算一年 好从知悉 知悉 不是从事情发生 因为我可能被撞 我在医院也许 住了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警察调查了两个月之后 才发觉说 原来是你儿子 你自己的亲生儿子 买凶来杀你 那我是五个月之后才知道 就从知道的时候 开始起算一年 好 所以要能够证明说 别人 事情过了十年了 可是十年之后 你有一天才恍然大悟 啊 九年以前 我遭受的那次严重车祸 死里逃生 原来幕后的策划者 竟然是亲生儿子 是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就是从你什么时候 执席开始的一年 去行使 但这个行使撤销的部分 是不是一定要到法院去告 倒也未必 因为你只要做出一个 撤销证语的意思表示就可以了 那一般而言 我们会建议当事人 比如说发纯正信函 或者是发律师函 去做一个证明说 我在某年某月某日 透过纯正信函的方式 或者是律师函的方式 告诉你 我要撤销证语 而且撤销证语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什么时间点知道你忘恩负义 好 那万一他已经把房子卖了 还 这个 黄金万两已经用尽 还负债 所以 他其实还在寄予你后面的财产 也许啦 是 或者是说这个 其实当时赠语的这个目的物 已经 不复存在 已经转了好几手了 那这时候还有办法要回吗 这个部分 如果根据我的理解 可能就 没有办法 假定 比如说这个 赠语物实际上已经出卖 或者是出售 或者是再让语给别人 甚至可能已经让语给别人 一段时间 那我们刚才说了 当赠语人 赠语跟受证人之间 是一个契约关系 那受证人受证之后 移转所有权的结果 这就是他的东西 那在他 还是所有人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去做一些 处分的一个行为 去他让给人家 卖给人家 送给人家 其实都是OK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法律 大概就不能要求说 我这撤销赠语的结果 你要负责把那个东西 拿回来 给我 因为事实上也不可能 那有没有可能 请他赔偿等值的 放还等值 只能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 他因为把房子卖掉 假定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什么 父亲给小孩的情形 假定他把房子卖掉 那些钱 我们要看看 有没有任何请求权基础 可以让他这些钱 比如说把他拿到 拿回来 或者说怎么样一些代价 那这个部分 当然就要看 整个具体个案的一个情形 到底他们的负担 当时的约定状况是什么 那能够证明如何的 的负担是 没有履行 没有履行之后 我才能够 或者是所谓的 忘恩负义行为 能够确实的 证明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我撤销之后 这些这个儿子 手上拿到的这些钱 还能不能合法的 继续留在他身上 我觉得这是在看每个个案的部分 去做处理 好 如果只是儿子 把房子过户给老婆 有可能啊 或者是他脱产 把房子 这个借个人头过户 那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说 房子 这个不动产 或者是财产 是在哪一个人的名下 而且是由当初的受赠者 所移转过去的 那可能他也已经过给自己的儿子了 就是这个爷爷的孙子了 可是爷爷想要要回来 这样有可能吗 这个部分可能就不能单纯 只做赠予 就是只从赠予的撤销 这个方面 这个层面来讲 也许还要去考虑 如果赠予撤销的状况之下 这个会不会有所谓的 不当得利的问题 那不当得利 如果已经转出去了 不当得利的转得人 有没有可能在某些状况之下 还是跟他要回来的问题 所以我才说 这个状况必须要看 整个具体个案来定 我不敢在这边 一下子就说一定可以 或者是一定不行 好 那如果我们不能保证 那就要盯着儿子说 你不能 我送给你房子 我送给你钱 我送给你不动产 送给你财产 可是你不能过户给你老婆 这个 我们通常看到实际的案例 都会发现 儿子通常结婚以后 就把房子送给老婆 或者是说 他就把房子处分掉了 卖掉了 可是会过头来不效养 父母亲老夫老母 弄得这个老夫老母 晚景凄凉 所以关律师会有什么 回头对我们 这个 制赠人的建议 我觉得先保护自己 这一段比较聪明吧 你等到要去追 这个财产 或者是撤销赠予 甚至他已经转手处分了 或者像借人头 把他 这个 移转掉了 那要去追 都牵涉到 刚刚关律师 你提到的 你可能还主张不当得理 等等的 衍生的问题 好像还蛮多的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 先追这个 我们也可以先行使 撤销赠予的部分 然后再令他 去把东西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反正你把 想办法把房子 或者等值还给我就 是了 那回过头来 我们就想要 或者是有这个计划 想要赠予财产 不动产 动产不动产 给孩子的人 或者是朋友 您的建议呢 我想会决定 把自己的东西 送给某一个人 不管他是不是 你的小孩 或者是你的亲人 或者你的朋友 我想这都是一个 把自己财产 处分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想在那之前 但对于你 为什么要送出去 东西给这个人 你决定的这件事情 但这个本身是 每一个当事人 自己要先去想好的事情 那至于主持人 刚才讲的 有没有什么可能 我在这中间 放一些某些的关卡 或者某些的限制 让某些条件 出现的时候 我还可以收回来 这个当然 第一个要看 按照你们所谓的 赠予契约内部的 约定而定 那么如果是不动产的话 我能够想得到的状况是 如果我在赠予的时候 我们设定了一个 特别的一个负担 或约定 说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为了 我只是送给你 但你不能够 移转给别人 那我想这个东西 要写清楚 那为了防止你 偷偷的把 这个我送给你 用作我 我能够养老的 唯一的 可以住的这个地方 你又卖掉了 或者拿去 移转给别人 或者去做 怎么样一个行为 是不是在法律上 有可能做 所谓的预告登记 去做所谓的预告登记 让这个受证者 没有办法 在很顺利的 能够把这个不动产 再出卖 出售 或者是设定负担 给其他人 因为现在所谓的 不动产是 所谓的公式登记 所谓的公式登记 就是任何人去 地震事务所 去查坦本 一看就知道 这一间房子 或这个土地 上面有些什么状况 那么如果在上面 有一个预告登记的话 那预告登记 会告诉你说 必须 这个土地的所有 登记的这个所有人 必须在 只能把这个土地 或者是房子 给某个人的状况之下 除此之外 他不能够再做 其他的行为 这是预告登记 看到的一个格式 那么会不会因此 让别人望而却步 就是说 这个房子或土地上面 好像一些特殊的状况 我不想买 我不要 我不敢收 这样一个状况 我想这是一个 您可以说 所谓的嚇阻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 刚刚其实听 官律师这样讲 知道说 哦 原来可以设定抵押权 那含有可以预告登记 是 当然这些都要委托律师做 委托律师或请代叔 帮忙做处理 地政事 地政事帮忙做处理 对 好 也不要以为说 那设定抵押权 是不是就这个抵押给银行了 其实不是嘛 那只是一个 是 抵押权可以给个人 可以给个人 是的 好 那预告登记 这个预告登记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处分这份财产的话 其实要通过原始的登记人 对 或者你只能把这个东西还给原始的登记人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就变成 当第三人看到这个预告登记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这可能私人之间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他不愿意接下这个烂摊子 或者是烫手的山芋 那我想自然可以产生一定的合作作用 这是孙悟空的紧箍 类似 好 那赠予还有所谓这个税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 如果赠予给子女 那一年好像每个子女有两百万的免税额 两百二十万 应该不只是子女 就是每一个人一年可以扣赠予的 假定你有赠予的状况之下 免税额的部分是两百二十万 不限写员吗 不限写员 我赠予给我的好朋友 都可以 反正一年你送出去了八百万 其中的两百二十万你可以扣掉 这是就送出去的那一方 有两百二十万是免税的 不是就受赠者 受赠者是没有限制的 赠予税的纳税额文是赠予人 就是送出去东西的那一个 所以你要送东西给人家 你还考虑一下 你会不会被扣到税 你不要以为 我送给这个公益团体 对不起 一千万也想扣你的税 对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在法律上 当然对于赠予税的这个东西 它的 科征的那个额度是百分之十 就是十percent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但有些状况之下 其实是不记入 就是说我就算捐了 捐赠了 或者是赠予了 也不列入所谓的赠予税的 磕税的范围 比如说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 假计我捐赠给政府团体 或者是公立的一些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机关的这些财产 或者是我捐赠变成 所谓的某些什么基金会 公益基金会 慈善基金会的这些东西 捐赠让他变成那个财产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你捐的再多 也没有赠予税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比如说爸爸 每一年帮儿子出的 什么生活费 教育费 医药费 或者倒过来 儿子帮老爸 帮老妈出的这些 生活费 医药费 这些东西 他一定是 不会要求你还的 但不管你出的再多 都不会列入所谓的 赠予的范围之内 是 那么第三个 您刚才讲到什么 所谓的100万还是200万 法律上有一个特别规定 就是当如果我的子女婚嫁 不管是结婚 或者是嫁出去 那我赠予他的财物 总金额不超过100万的状况之下 不超过100万 就是最高 最到顶到100万的状况之下 那个东西也不用 记入赠予范围 但如果我送给他一栋房子 当做嫁妆 这个房子可能价值600万 那可能这其中的100 不列入 不列入所谓的赠予范围 那剩下500呢 剩下500呢 你可能还可以再扣一个 所谓的220万的免税 等于是你扣掉了320万之后 剩下280万才是你当年度 要科增所谓赠予税的一个 你的那个范围 那再从这个280万去算 所谓的10%的赠予税 赠予税大概是28万 或者说怎样的一个状况 是 那如果爸爸说 那我只是借他 我会500万到户头 我是借他 我不是送他 他以后要还我的 这个当然就变成是 你借贷 你有没有定立明确的借贷契约 或者是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在法律的规定上面 有些你以为不是赠予的东西 在赠予税上 会被科定所谓的赠予税 那比如说 比如说你是把帮人家 无偿的帮人家买财产 所谓的无偿 就是说他对方不需要出一毛钱 我帮他出钱买财产给他 这个父母经常要做这种事情 对经常做 那这个东西你以为是买 但是如果契约上订定的是 比如说买卖契约是我跟建商订 那登记人是我的儿子 那这种状况之下 就有可能被认定为说 是我出资帮我的儿子购置财产 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就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买卖 但实际上会被认定为 是所谓的一个赠予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 比如说像法律的规定 二亲等亲属之间的 所谓的财产买卖 比如说二亲等大概就是 比如说父子之间或者祖孙之间 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 比如说我把我的房子卖给我的哥哥 那这个东西 除非你能够证明说 有确实的经流过程 就是我卖给他 比如说卖给他一千万 他真的一千万到了我的户头 那这个当然就是单纯的买卖 这个东西就不列入所谓的赠予税 假定不是你没有办法证明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会被拉进为 所谓这个是认为 也是赠予税的课证范围 所以像这种情形 但某一些状况之下 当然也是不用赠予税的 像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比如说夫妻之间的赠予 夫妻之间的赠予 不管你怎么算 夫妻赠予再多 那我想国家不会为了夫妻之间的恩爱 然后去瞌睡 我想就没有这个道理 但也许赠予 夫妻之间的赠予有很多种不同的理由 我们看过太多种不同的理由 但是我想 如果夫妻之间是基于恩爱的表现 我送给我太太一个很大科的很石克辣的专解 也是价值上千万 那这个恩爱行为为什么要被瞌睡 那子女校养父母呢 子女校养父母 子女校养父母 所以他提供 如果是抚养费的范围之内是OK的 那如果我买了一栋房子 买了一间 乡下买了一间透天厕 让父母住 是 这会被扣赠予税吗 理论上会 会 理论上 我帮 因为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刚才是讲爸爸帮儿子买房子 现在倒回来 儿子帮爸爸买房子 我还是帮他人购置财产 除非你说 这能够被列定为所谓的生活费 或教养费 医药费的范围 而不用列所谓的赠予税吗 我个人是存疑的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还是有可能会有赠予税的问题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到时候国税局一查 你曾经某月某日某时 费了一千万进你儿子户头 对我想 这个可能 也许你当年没被发现 可能三年五年之后 你还是会被发现 那只要在赠予税 被合科的有效范围之内 你如果你是故意逃漏赠予税 或者是做一些不实的一个记载 或者说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是有可能 除了本税之外 还有法的问题 还有法的问题 所以最聪明的是 当时 这个就订定一个什么借贷契约 这种借贷契约 我们都会要求说 这个经流过程 各方面的条款 都要非常非常清楚 要不然的话 国税局还是会有可能认定 这算赠予税 可以课程的范围 法律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困难 困难在于 你要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找到适合的管道 去帮忙你 那请各位不要觉得 比如说被告人 或者遇到法律麻烦 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越来越多 法律的纠纷经常出现 那么在您可能的范围之内 有很多免费的法律资源 等着您去找 请不要客气 官律师其实也在民间事务所工作 所以要找官律师除了法府以外 来明达法律事务所在桃园 对不对 是 请搜寻关键字 我想应该找得到 好了 谢谢今天受访的官为中 官律师 官律师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本节目是由国立空中大学 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 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 法府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02-3322-6666 让法府会来帮助您